嗨,小伙伴们,我是CC,欢迎来到胡克网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是纺制图章工具 纺制图章工具对于用过PS的同学来说并不陌生 它主要的功能就是对当前的画面某一些区域进行一些复制 将相同的元素绘坏在这个画面中的其他地方 AE的这个工具呢,基本上跟PS的功能是一样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它的具体操作 打开AE,Ctrl加I导入一张图片 将图片拖入到我们的图层列表当中 我们的纺制图章工具跟画笔工具一样都是作用于位图的 所以都需要双击我们的位图图层 进入到图层内部才可以使用我们的纺制图章工具 绑制图章工具既然首先需要复制 那么我们就要进行采样 点击Alt键,我们会看见 这时候鼠标的光标就变成了一个瞄准图标 点击一下我们需要采样的位置 我们的采样操作就完成了 接下来就是把我们采样好的图案绘制在其他的地方 在这里呢我把新的羊绘制在稻田的其他位置 如果你想对我们的纺制图章工具 大小进行一些调节 也是可以通过画笔的直径设置来实现 如果想快速的启用我们的纺制图章工具 可以按住快捷键Ctrl加B键 到此我们的纺制图章工具已经讲解完成 对于小伙伴来说是不是使用的比较简单 学设计上虎课网